不过理论上应该算是难 因为这个程式法还蛮多的 不过还好就是这一题 我有把那个重点 需要各位要背的 我用黄色的那个标记 帮各位mark起来 那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它这边有几个点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那个 最后的评分项目 总共30分里面 它需要做哪些动作 一的话呢 就是要在uncreate里面 uncreate的方法里面呢 它要能够用的那个SQL create SQL的变数 有个字串 利用这个字串的开启这个资料库 然后呢并使用database 作为取得这个资料库 这个就比较三分 其实就几行程式 再来呢使用curcer curcer的话一般我们理解是用游标 游标 不过实际上在那个SQLite里面 这个curcer有比较有点像是 像如果各位有用过那个 学过那个 VB.NET 或者ASP.NET 里面有所谓的那个recode 或者ADO里面有那个recode set 它有点像是这种recode set 也就是说呢 你的实体table呢 可以占存在这个curcer里面 然后呢 在uncreate的资料库里面 将资料 放在这个curcer里面之后 再丢到哪里 list view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三分 在list view 01里面呢 unclick unitemclick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要能够选 跳出哪一笔 并且带到哪里 AD test 这个地方六分 这边六分 然后呢可以正确执行新增修改删除功能 这个地方12分 然后呢当执行这个新增修改删除之后的话 list view呢能够将资料重新读取显示 这个地方六分 所以呢 基本上这地方呢 里面的分数要求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run的结果 这地方呢 比较稍微复杂一些些 那它的功能要求 第一个 能够把资料 如果本来sqlite里面有资料的话 要读进来 如果没有的话 比如说我就打几个字 app之后 这个地方必须可以新增资料 然后再来 我新增几笔资料好了 那这边的话呢 应该新增完之后 理论上应该要能够把上面清空 然后会比较好一些些 OK那我大概新增了几笔资料之后 第一个 可不可以新增 OK没问题 那可不可以修改呢 点了其中一个 那你会发现呢 刚刚这个六分指的是什么呢 六分指的就是说呢 你有没有办法 点了这笔资料 它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资料从this serve view里面 知道说到底你现在点的是 第几个项目 那这边0嘛 1 2 3 它是从0开始 然后呢 点了这笔资料呢 把这个资料呢 传到上面去 秀在这上面 OK那如果我要修改这笔资料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在后面加上 按update 按update之后的话呢